12月20号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20周年的日子 位于福建泉州的华丘大学 约有700名澳门籍学生在此求学 当天记者走进华丘大学 聆听华大学子的心声 来自澳门的劳施敏 是华丘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2017级的学生 劳施敏学习成绩优异 并在学院学生会 境外生联络处 以及澳门同学会等多个部门任职 他表示 参加这些工作的经历 使自己得到了锻炼 也能为境内外学生搭建沟通的桥梁 做一些贡献 我现在到了三年班长 然后我们班很多境外生 就是经常早八起不了船 但是我每一天都是打电话 叫他们起船上课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小一个举动 但是可能你对他未来的一个成绩 或者是他以后将来的发展 会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离开家里面 到不一样的地方去读大学 所以大家心里面肯定都是会想念家乡的 然后大家的话 毕竟要相处四年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各方面来去融入大家的生活 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 就是南北方的差异 但是其实南北方差异的话 他们在这里生活久了之后 我们互相的感染 他们也是可以去互相的在一起生活的 乐于助人的劳施敏不仅活跃于校内 也积极投胜于社会服务当中 2018年 劳施敏曾到泉州市赫山小学支教 对于他来说 支教不仅仅是教孩子们如何上好体育课 就是他们除了上体育课除了学习怎么样去跑去跳之外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应该要学习怎么去团结友爱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你会跑会太有没有用 你要怎么会在跑再跳的时候学习到 你要会保护自己 就不是说任何事情一拳头打过去就可以解决了 就是他们打架 我会让他们先分析这个事情的对错 刚开始他们真的上课就一直玩沙子 然后又打架什么的 但是到后面他们都会抱在一起 然后到最后那天他们都哭了 我也跟着哭了 同样来自澳门的关绿乳 也正用着不同的方式 搭建着澳门与内地沟通的桥梁 就对于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关绿乳 因之前在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些介绍澳门的视频 而获得关注 关绿乳告诉记者 拍摄视频最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开始第一次拍的那个视频是大三下 也没有说有什么太忙的事情或者学业 然后就架一个手机 然后人就坐在那边 然后就开始了我的第一支视频 然后放上网上面去之后呢 那些观众就对我是个澳门人 也没有很那种很不喜欢的那种心理 就会说啊你是澳门人啊 第一次建立在这个平台上面 然后有些人就说哇你要多一点拍视频哦 因为在这个平台澳门人很少 我们想多看一下澳门人的事情 澳门的生活啊什么的 所以说就给了一些很大的鼓励 所以就进去拍下去了 目前已经大肆地关绿乳计划报考研究生 继续在内地不同的城市拍摄制作视频 分享给澳门及内地的网友 其实我可能拍这个视频是因为想 跟内地的一些观众朋友们 多分享一些澳门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啊 或者说一些只有澳门人才会发生的一些趣事 只有澳门人知道的一些冷知识 我也可以是澳门在本地的一些日常 给内地的朋友看 也可以给澳门的朋友看 我一个人是生活就在福建是通了什么样子的 我想说就透过我这个平台分享给大家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